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夜了?熬夜伤身,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吓唬人的话 熬的少的脸色蜡黄,面容憔悴,熬的多的,脾虚脱发,肾虚心慌 在今天,城市发展快节奏,生活工作快节奏 现实当中有一大批人几乎每天都在熬夜 这些熬夜的人都是谁呢?大家熬夜到底都在干什么? 普遍熬夜的现象,从经济角度看,它又促进了哪些行业的赚钱机会呢? 大家好,我是老丁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爱熬夜的人和他们催生的熬夜经济 熬到几点算是熬夜? 问5060后,8点半之后就算熬夜 问7080后,过了10点半就算熬夜 问90000后,有80%的人认为过了12点才算熬夜 如果说一个会被自己屡次打破的诺言是什么? 明天减肥排第二的话,今晚早睡,铁定排第一 说合作总是两码事 数据显示,69.1%的人会拖到0点之后睡 能在11点之前就睡的,只占5% 年轻人有多能熬?40%的人每天都熬夜 从来没熬过夜和几乎不熬夜的人只有4% 这些喜欢熬夜的人群主要集中在90后 占比能达到74.5% 00后因为年纪普遍都小,正处在上学的阶段 所以睡眠也就规律许多 而80后在几年前就用上了保温杯熬夜这么上身体的事做的也少了 只有90后,既年轻力壮又处在工作上升期 这些客观因素促使了90后普遍熬夜的现象 我们再看,男的明显比女人更爱熬夜 占比能达到66.88% 如果这组数据在结合上人生阶段来看就更通透了 在熬夜人群里82.2%的人是职场人 在校学生只有17.8% 所以大家熬夜既是一种习惯 可能也是一种迫不得已吧 这个数据也很有意思 单身狗阶段的人更爱熬夜 有了对象之后熬夜确实减少了 所以想要改掉熬夜的坏习惯 找个对象似乎也是很可行的办法 由于大家都在熬夜且经常失眠 所以也让健康管理这个行业在近些年兴起 我们看天眼查的数据显示 从2013年开始 健康管理行业相关的企业注册数量就开始猛增 13年14年也正是4G开始普及的年份 所以如果说是智能手机更好玩 让人们开始熬夜 也不为过 你又在熬夜了 其实除了你 还有大批的人也在陪你熬夜 他们都在干嘛呢 一份数据显示 年轻人在熬夜时候最爱干的时间事 排名第一的就是看剧刷视频 有70%的人熬夜基本都在干这个事 只是可能每个人刷的视频平台有所差异 除此之外 熬夜最常干的事 就是打游戏 思考人生和聊天 有30%的人会经常干这三件事 比如打剧游戏 通常都是20分钟 三局打完 不仅没上星可能还掉星了 脾气一上来 就愿意发那种莫名其妙的毒誓 今晚不应不睡觉 然后就一直打到了凌晨3点 也有刷剧刷视频的 看完这集一定睡 再刷一会去洗素 可是越刷越爽 两个小时 说过就过了 最难受的是那种白天笑呵呵 晚上就一某的人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为什么活着 回到家躺平 生活安安稳稳的怎么了 他今晚都没跟我说晚安 是不是感情淡了 当然 最苦逼的熬夜 就是为了工作的 占比也有近三成 不过因为工作而熬夜 通常都是被动的 而打游戏 思考人生和聊天 都属于主动熬夜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 大家熬夜干的事 还真就千差万别 男生熬夜 通常都是打游戏 思考人生 刷视频 游戏赢爽了 思考通透了 发个感悟的朋友圈 入睡了 女生熬夜 通常都是追追剧 逛逛微博 看看知乎 最后结束关头 都要再看会直播 买点东西 心里踏实了 钱也花了 睡觉了 年纪小一点了 熬夜都在逛社交软件 比如95后00后 普遍是这样的 已经临近30的 或者30以上的人 社交疲乏了 这时候普遍都是 自己跟自己玩 看看视频刷刷剧 就挺好的 大家以后不要再说 自由职业者很自由了 在最熬夜的行业里 自由职业者 当之无愧 成为熬夜的领头羊 还有做互联网的 做广告营销的 做媒体的 怎么看起来 好像熬夜的 都是乙方呢 这现象 就很容易 让人想起甲方 经常熬夜 有什么危害 要怎么调理 熬夜三大后一生 日常发困 皮肤变差 记忆力下降 这还没完 对于女的来说 最致命的 就是精神萎靡 皮肤变差 用着最贵的化妆品 熬着最深的液 一熬夜 情绪也会不好 容易人一碰就怒 火一点就着 对男的来说 最致命的 就是秃头掉发 身体变胖 熬夜是中年男人 的催化剂 而且伤痞又伤身 所以熬夜之后 要怎么调理和恢复 现在大多数人的方式 是补觉 健身 敷面膜 这都是短期 看来有效的 补觉是有用 但是更重要的是 改掉熬夜的习惯 如果健身 能给一个人的 健康体魄加一分 那么熬一宿 就会给他减两分 长期熬夜加健身 看似只减了一分 但是猝死的概率 却大大增加了 所以你要是经常熬夜 还老爱半夜去健身 记得让身边的人 系统学习急救措施 不熬夜之后 要养生 喝中药虽然能 很好的调理身体 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不能够 按照网上的方式 去直接喝中药 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 遵从医嘱 现代人熬夜 已经成了常态 我们国家熬夜的人群 就有近两亿 而其中大约近 1.3亿人 是90后 这些人精力旺盛 也恰好有着不错的收入 是当下各个行业里的 中流砥柱 所以这些人 在熬夜时消费 就催生出了熬夜经济 夜晚的消费 明显呈向更高的客单价 花更多的钱 而熬夜经济的主力人群 还得是女人 毕竟大多数男的熬夜 都在打游戏 而大多数女人 在熬夜的时候 恰好想购物 熬夜时 男人在看小姐姐跳舞 女人在看李佳琪卖货 你刷了一只火箭 她买了一只口红 随后你登录了峡谷 她切换了个商城 20分钟后 你掉光了断位中的星星 她清空了购物车里的 眼霜面膜粉底液 一张图看看 熬夜经济到底有多繁荣 大多数行业的 电商销售规律 都是这样的 在晚上8点之后 进入全天销售的高峰期 所以很多人 在经营电商的时候 总是白天忙忙忙 晚上早下班 有时候在半夜 就容易错过一些客户 如果你的行业 也符合这个规律 其实可以把整体的 上下班时间 往后挪一挪 图中的这5个行业 就是最符合 这样曲线的行业 IT3C 美妆 服饰 美家 以及食品 熬夜经济的规律是 越是容易冲动消费的物品 越是在晚上卖的好 所以大家熬夜 都在买什么呢 整体消费的前三名 就是服饰 食品和美妆 这三个行业 在半夜时候的规律是 逛的少 买的多 相比于IT3C和美家 逛的多 买的多 这明显是更感性了一些 也就是冲动消费 晚10点 是整体行业消费的高峰期 可是有个有趣的现象是 服饰类目当中 虽然整体消费 都在22点左右 但是运动鞋和运动服 在0点左右 格外受欢迎 为了找到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 在0点时候 买运动类服饰 我就看了食品行业 食品行业的 整体消费高峰 也集中在晚10点左右 不过相比其他行业 明显买零食这件事 在半夜更合适 而大家买的零食 居然普遍是 零食坚果和咖啡卖片 也不知道是因为 现在零食坚果 更属于电商中的常态零食 不过选择咖啡卖片这件事 我想应该是和运动服 那一项仅仅关联的吧 在深夜里发誓减肥 随后开始想着减肥后 该吃什么 该穿什么 该怎么练 应该是很多减肥人 都做过的事吧 大家在熬夜的时候 消费最多客单价 很强的行业 当初美妆 这也是女人熬夜 是消费的主战场 因为各大美妆主播 大多是在8点开始直播 播到0点下播 所以整体美妆类的 集中剁手期 也正是这4个小时 所以如果女人 能在八九点之前就入睡 你每个月 大概率会省下很多钱 熬夜经济 待会儿的不仅仅 是我们说的这些行业 还有许多助棉类APP的诞生 助棉类药物的销售 包括在某些程度上 电商行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总说 电商行业好像饱和了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近些年电商企业的发展 天查数据显示 2021年和2020年 都分别有近419万家 和421万家企业新注册 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 才有的现象 现代人经常失眠 有时候熬夜 真的是迫不得已 可能是在熬夜工作 因为明天晨会就要 可能是熬夜带娃 可能是熬夜学习准备 或者熬夜蹦迪 毕竟属于我们的时间 只有夜晚 但是不管再忙 如果能不熬夜 都劝大家要早睡 每熬夜一晚 我们的寿命就减两天 每通宵一次 我们的心脏就多一分压力 真爱生命 远离熬夜 我是老丁 朋友们 晚安 哎哟 不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